这本书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史上百本最佳商业经典第一名 深入阐述了定位理论和操作方法 并配有丰富的实际案例 不只是企业发展需要定位 个人的成长之路上 如果能早早想清自己的人生定位 既能发挥自己的特质 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建立竞争优势 做到不战而胜 今天我们分享关于定位的三个内容 具体包括夺取心智资源 机会只有一次和个人定位策略 夺取心智资源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真正让你印象深刻的内容 也许就那么几个 可能是一句个性签名 可能是一幅宣传海报 或者是一条创意广告语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虽然我们能看见很多信息 但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尽住心智为止 所谓心智就像是一张心理地图 它的范围有限 只能有选择性的接收 而大部分的内容都会被屏蔽掉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可以很好地说明心智这个概念 我们都知道 新大陆是哥伦布发现的 但现在美洲 也就是America这个词 却不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哥伦布为了寻找黄金 对外守口如瓶 没有告诉别人新大陆的事情 五年后 有一个叫阿美利哥的航海家 也发现了美洲 他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把这片土地 定义为独立的大陆 然后大量写作 向世人介绍他的发现 他比哥伦布更早地 占据人们的心智 当时大家都以为 是他发现了美洲 就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 清晰的定位 能让别人更容易了解你的价值 在心智资源的争夺中 定位就好比在地图上 差一面旗帜 你占据的地盘越多 就越容易 在激烈的竞争中挤掉对手 机会只有一次 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为什么如此重要 很多人以为 只要足够努力 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 但从定位的角度来讲 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每个品类的定位 只有一次机会 路选对了 就能获得成功 路走错了 就会彻底失败 研究表明 在大多数行业中 首先占据消费者心智的品牌 所拥有的市场份额 通常是其他品牌的好几倍 而且这个比例不会轻易改变 上个世纪20年代 在25个品类中的第一品牌 80年后 只有三个丢掉了第一的位置 占据核心定位的巨头很难被超越 连通用电器的CEO 捷克维尔奇也认为 要么数一数二 要么出局 在选择定位的时候 很多人都某足了劲 想要占领一片心智的山头 比如给自己定位成一名画家 可是这个领域名家辈出 如果没有读到的风格 很难脱颖而出 如果大的领域暂时被他人占据 也不要着急 因为小的细分领域 还是充满了无限的机会 比如一些专攻星座漫画 亲自漫画的画家 也能后来居上 崭露头角 因此 耐心地选择好自己的领地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 插下一面旗帜 找准定位并不容易 但如果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 建立壁垒 不战而胜 走好这一步 至关重要 个人定位策略 不管是公司 产品还是个人 最重要的是 找到在用户心之中独一无二的定位 然后围绕这个定位去做战略部署 那么对个人来说 该怎样运用定位理论呢 具体可以包括以下三个策略 一 树叶专攻 据说专业运动员比十项全能运动员的单项成绩 要高出5%到50% 定位不是面面俱到 而是要单点突破 一个清晰的标签 要比一堆模糊的描述 更能深入人心 也更容易在专项领域有所积累 比如职场宝妈的时间管理 这个标签就比时间管理更容易给人印象深刻 二 用户视角 定位离不开个人优势 但最终应该从用户的心智中挖掘 思考你能对哪些人产生什么价值 比如 同样是擅长演讲 有的人只是把自己定位为演讲达人 但有个聪明的小伙子给自己定位为演讲设计师 达成了多个重要合作 很快就在圈内树立了品牌 三 持续运营 通过持续运营 将这一定位植入到用户的心智中 并不断强化这种证明 对普通人来说 要树立自己某个身份标签 那么就要在各种细节中体现强化这一身份 比如日本的一位整理达人 除了写书宣传自己的理念 还到世界各地演讲 授课 不断扩大影响力 使自身地位更加不可替代 好了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分别是 夺取心智资源 机会只有一次 和个人定位策略 一旦占据了用户的心智资源 当他们产生相关的需求时 就会第一反应向到对应的品牌 这种先入为主的效果 能让采取定位策略的企业 产品和个人 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 记得给我们点赞鼓励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明天见